響過 很... 別致的一個女孩子 妳是演八點檔那個 對 我那時候演八點檔 就看起來是個壞女人 因為這個就還滿 滿害怕說在路上被人家看到 怕被人家看到 為什麼 他比較沒自信 罵 被罵 會被罵 因為他在那個角色裡面 是演那種小三 會去搶別人老公的 而且我跟他在當初 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我還說 我看到妳我都想打妳 演戲是演戲 演戲是真的在演戲 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 就是可能別人覺得我很土 我就不敢顯露身材 然後或是不敢告訴別人說 其實我不是像戲裡面一樣 那麼土 或是我可以時尚什麼的 還是妳有時間 妳可以過來 妳要不要講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出去外面 我們去聊天 然後他就很容易就是那種 然後他就很喜歡轉過來 然後就給妳一個 很殺氣的眼神嚇我 然後所以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他就很常突然上身 有一次我們就在外面玩 然後他就轉過來想要嚇我們 可是因為我們很常被嚇 我們就覺得沒差 只是後來我轉頭發現 後面有一個媽媽抱著小孩 看到他的眼神就大哭了 好厲害 這麼厲害 他這麼有氣場 沒有 就很喜歡玩那種遊戲 比如說聊一聊 突然間就一轉頭 突然間都看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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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話我必須要給妳 妳說 過分地謙虛就是 最要不得的自大 可能身材很好 可能我身材不好啊 怎麼 我剛剛講那種 都不落采 妳會不會就是我所講的 這種狀態 我是希望別人可以多鼓勵我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嘗試 比如說做時尚 然後拍一些就是 比較性感的東西 展露身材 對 然後想 就是看看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樣好一點 對自己 不一定有信心 但是我們對妳很有信心 我們要測試一下 李若璇認為說 大家都叫他去拍 性感喜倫 但是他擔心說 我這個性我這麼土 我又不漂亮 身材又不好或什麼 自己都講一些 到底這些話 有沒有他的真實性 來 性感實策 來 對 這個怎麼太冰淇淋了 對 對 剛想他怎麼做 對 這個就拍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 好氣喔 太冰淋了 腰不夠細了 準備又不夠大了 想吃 好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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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不夠細了 腰腰不夠大啊 過來 我們有BOLO SHOP 是不是 就好了 翹太高了 這樣穿了 翹太高了 我像小狗娘娘 我覺得 對 領域 屁股帶 今天這一集就靠你這段VCR 對 領域 絕對領域的部分 沒有褲子 鬧緊綁了 你這個褲子 你不會犯人去攻協 你會不會犯人去攻協 你會不會犯人去攻協 來蓋車 我們是你氣盤 必須時代 我都沒想過我可以拍 這麼Fashion的照片 就是像那個 梅根福克斯 男生知道的人 對 叫梅根福克斯的若學 我是很愛車的人 我很少會看到車子 完全是忽略車子 而只砍咖咖咖咖咖咖 車子還在我眼中 反而向心施設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一定要仔細這個身體 一定要買啦 我覺得是男人 看到這個臀 都是有點受不了 這個臀 他在這幹嘛 謝謝 我一定會買啊 他那張照片就是給人那種 都找一些那麼 大女人的感覺 這是有蓋錢給他們的 我私底下 我很想要被駕駛 像他開摩托車一樣 發現那個腰間肉的地方 稍微還是有一點離譜 那這會降低我 買這本寫真書的慾望 哇 整個線喔 我就顛覆他在 而且是用手機錄的喔 給大家的印象 就有點不一樣 直直的拍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上菜也真的滿好的 這戲劇裡面 可以成為小三 這一定是不簡單的樣子 出了寫真集 就真的一定要去捧場 要去看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不會買 因為他的腰有肥肉 瘦一點 我就會買一個十本 不是我的菜 我會買他的寫真集 我應該會買他的寫真集 身為北漢的領導人 最喜歡這種 出門眼鏡的女孩子 好可怕 對 沒問題 他真的太大了 他眼神都叮倒了 我覺得他身材也不錯 其實還蠻帥的 腿部線條也挺不錯的 這些臭男子 這個姿勢我很喜歡 我覺得我不會買 因為我覺得他還是穿得太多了 不會想買他的寫真集 因為他長相太普通了 我對那樣摸車比較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屁股真的非常合我胃口 屁股還不錯 我是蠻喜歡的 我會找我朋友給他支持一下 他支持真的是太火辣了 因為那個屁股真的是太性感了 受不了 來 聽完大家的簡單的一些評語 妳個人覺得怎麼樣 我想先澄清一個事情 真的 就是小豬我後面還有一句話 我說的是我的寫真集一定會贏過你 要澄清什麼呢 沒有啊 妳要幹嘛 要批圖咧 對不對 各位 1256個人當中 有951個人願意買 76% 出了 對 對 時間又出了 來 我們現場就拍了一個 出了 來 性感寫真 這出來看一下 來 看囉 開 一 二 三 現場拍賣 這個皮 好可愛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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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 若瑄以前對自己真的 其實很辣 妳是真的沒有自信嗎 不可能啊 我真的到現在都還在發抖 我以為妳說 還在發育 對啊 而且我現在還在發育 妳前面說她跟LULU是同路人 妳就一看她拍寫真集 根本不同路 來 畢竟 對 我去 好 好 這支也都拍過FHM 對啊 而且我還拍過封面耶 封面 幫男人她都拍過 對 連我都拍過 她的三尾其實是厲害的對不對 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覺得其實 要有一點一點點肉肉的男生 才會更喜歡 人真的就是要有更多的自信 好不好 對 妳的戲演那麼好 人家才會罵妳 什麼樣 妳以後演到女主角 演到好的角色 人家好喜歡妳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 對不對 妳以為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希望妳能夠有自信 但我覺得若瑄可以去演女搭載 因為她的體格其實是挺好的 可以練 對 她如果再練一下的話 之後可以拍五大戲 然後就可以跳脫小三那種 因為她很會演戲啊 他們 後來也有學打的 就是 就覺得讓自己帥一點 就是小三的形象想要 拜託 妳是不是在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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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這樣講話 極極巴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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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極 怎麼樣 她害羞了 不能害羞了 不能害羞 因為男人也很敏銳 這女孩子 女孩子喜歡的男生面前 都會突然間變成這樣 對 極極巴巴的 對 沒事 我就懷疑妳才愛我 對不對 我還滿欣賞聖歌的 中了 可以 可以 中了 好 謝謝若瑄 請坐姊哥 好 好 很誇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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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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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